這影片 社會大眾看到都會覺得嚇到 為什麼進行跳水訓練 會在陸地上拉著繩子 還要用軟墊就是跳水訓練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現在國際的游泳池跳水場在進行整修 但整修的期間遙遙無期 國際池在施工的過程 在跳水台的部分 跟它當初在拆除後 發現跟施工的設計的圖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跳水台部分我們分開來處理 除了跳水台以外的工程 目前是已經在初驗 因為這幾天也有下雨 有一些漏水星我們正在做出驗確實的改善中 那在跳水台的部分 目前因為拆除之後 它一些水翠鋼筋跟它的一些鋼筋的數量 位置的跟駿工圖不一樣 所以我們目前在變更設計的過程 那有一些經費的缺口 八百多萬 部分我們目前在簽動 那如果下來之後 我們會辦理那個 跟廠商再議價 然後再重新再復工 那整個工期大概是要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要跟議員報告 就有因為有這個包括棒球場這些的經驗 我要特別強調 就場地沒有好之前 其實選手現在的 那個身體意識非常的高漲 所以我們更要一起來保護選手的安全 貿然讓他進去很可能 剛才議員今天講的 那種國培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會發生